二十 國中可以脈絡那麼清晰 不簡單 二樓 是這個嗎 是這個嗎 喂 喂 可以調那個數字嗎 不要調數字 對啊 因為你在改那個數字 OK 那我們開始嗎 還有計時喔 已經開始計時了 好 今天我們做出了一個智慧安全交通的系統 那我們有做出了幾個系統 第一個 我們有做出了這個農夫的警示 當我們在行駛的時候 如果外面的霧氣太重 會造成它行駛上不安全 所以如果外面霧氣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駕駛叫它 應該要檢視 第二個是防滑 在 對 我們今天是用火車來當作我們的地 那火車上有的有廁所 那廁所如果有積水的時候容易滑倒 那所以我們如果偵測到實際 地上有積水的話 我們會起那個開啟風扇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是我們防撞系統 那個火車最容易發生意外的就是 如果有障礙物跑到了鐵軌上面 然後造成火車撞到障礙物翻車 或者是很多意外 那我們就是設置的感應器 在障礙物掉落的時候 可以提前告知列車要自動減速 然後就是盡量減少 那個列車撞到障礙物 然後發生意外的狀況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做了一個按摩的椅子 就是如果乘客坐在火車上坐很久 感到不舒服的話 可以用聲控來啟動按摩椅 讓它按摩椅移 把它按摩 你進入我們系統 我們這邊原本是要有掌聲 然後讓它繼續系統 可是因為剛才從見麥克風 術其實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現在直接調查 好 這邊呢有我們的火車的運輸系統的標題 這邊有三個 三個火車上面的空間 首先我們先用廁所開啟 這是吹乾水的紅扇 現在它有一個開啟的標準 假設說現在有一個 它覺得30度就叫做很濕 那麼它現在大於它 因此它會開始進去轉 並且變成黃色代表耗的 這樣子 就是沒有 因為它現在才18度 它認為30度才就會濕 所以這樣 並且我們這邊做出一個 做出一個紀錄的系統 然後再來的話是 我們這邊車檔部分 那我們這邊這個可變電阻的話 它可以調整馬達的轉速 然後就是可以控制它 好 好 這邊呢我們現在要使用兩台 螢幕的機器 兩個螢幕不同 好 這邊是我們的PCE 我們打算將落實從PCE 掉落到PCE 我們利用這一個方法 這是我們的腳位實力 腳位實力 它在這邊是OPP 這邊是INPUL 反之相反 因此我們利用書店的方式 來讓我們兩個可以 讓兩片Arduino可以互相構好 並且在PCE上面 做出第一化 我們這邊有防撞的偵測 如果有財務車速的話 可以 開始 你剛才那個車速控制 你車長車速控制那邊 看得出速度的改變嗎 哦 這 如果只單純調這個的話 我們這邊是 目前沒有做出改變 我們那邊的話 原本是要示意的就是 當我們載物掉落的時候 它在減速的一個過程 我們這個螢幕上做到就是這樣子 那車速改變 只能在這個 把大家常看到 你問它什麼問題 農務你這反法要怎麼測啊 農務的部分的話 就是它可以 測它 它的數值可以從0到1023 但如果 霧氣比較重的時候 它數字會比較小 那我數字 我可以去調它 數字 留有一個標準 我小於多少的時候 我這邊就會亮亮 那你這個情境 你是要裝在車上嗎 嗯 如果我們現在偵測是 空氣中 就是我駕駛都看到外面的霧氣的話 那這個就是 裝在 車頭的地方 它朝外看 它看外面的霧氣是不是太重 如果太重的話 它這個數值會有變化 很重 所以呢如果偵測到太重 這邊這個燈會亮起 大家駕駛看到了之後 它會進去 這個就是會亮燈 告訴駕駛說 外面現在霧很高 有點舒服 比較安全 我問一個情境的問題 這跟我肉眼看到的 會有什麼 嗯 就是我肉眼看到 門物很重 我不知道我要寫數了 那跟你這個 有什麼 那 那 還是你不願意要把它 完成了 沒有 那這樣的話 這個應該是 用不好 這個應該要用 鋒鳴器會更好一點 因為假如駕駛它沒有 不專心的話 用鋒鳴器 其實應該會更好 沒錯 這也是我們的舒適 就沒有做到非常完善 那你這邊的 防滑的濕度感測 那這裡 你剛才的DEMO 是你在UI上做改變數值 那你這邊有聯動嗎 目前沒有 因為它這個的數值 它現在比較不會有反應 所以目前還沒有跟螢幕上的程式做聯動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 看不出來就是這個跟你在這邊 UI的聯動 有行動的狀況 好 那我看看 不好來車 車長這樣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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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那天會有 大概幾位 然後火車位 這邊會一直在動 你看它 所以現在有反應 對 它這 它會在車子的前方一段 隨機位置 掉入一個階段 從這邊 它要存在3.7的地方 所以跟我這邊 這邊感測是沒有關係的 有 我這邊這個 觸動它 會有一個亂修 一個東西掉在它上面 比如說是有東西掉鐵軌上 那這樣子的話 那邊就會 如果比較靠近 就會再減速 它就是因為有傷害物 所以它不能開路管 那這個的話就是一個傷害物 它跑過去的一個 在真實的狀況 它這個 將會裝置 裝置在鐵軌上 對 那因為我們 感受的是你今天 只有傷害物 那如果今天 真的想要做到 完善的掌控的話 是要非常非常多 我們一起 一點一點去 看到底是哪一個位置的床 那請問你那個 按摩需要給 駕駕駛 駕駛跟駛 駕駛 對 基本上是給駕駛 因為有些人在做廠 五行九座 我大概是給駕駛 希望可以用按摩 謝謝 謝謝 謝謝